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英臻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借錢沒得說 不會是錢的問題 關於男性尊嚴的問題 男性尊嚴 那你應該去隔壁彭醫師好辣 他那邊很多泌尿科醫師 不是那方面尊嚴 不要礙面子喔 是這樣的 因為你們一直強調男女平權 女性意識抬頭 這個全球的人口數 女性已經超過二分之一強了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交換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每天不是在噴乾冰嗎 對啊 那既然良性平權 是不是可以上半場噴我 下半場噴你呢 為什麼要這樣噴 乾冰噴我對你男性尊嚴有什麼幫助嗎 我身為一個影視歌三七巨星 你是來這裡讓你噴的嗎 誰啊 是啊 你看你就是愛這樣胡說八道 睡才會被噴啊 更何況你知不知道弘毅劉德華 因為你的關係 他已經買房 買樓 買地了 你知道這家公司因為我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 有些事情一定要交換的條件 才能做是對的是不是 兩性之間 為什麼常常要交換條件呢 為什麼要墮入七情六欲的深淵呢 這會不會有時候是一種小情緒耶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熱愛交換條件 沒有交換條件 他就生氣氣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當對面的恨透交換條件 每次答應交換條件 從來沒有好下場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現代人做什麼事 都講求男女平衡的觀念 許多情侶或夫妻 也透過交換條件方式維持平衡 今天就來看看 新南籍來賓們 曾遇過哪些荒謬的條件 請問各國人談戀愛的時候 會提出什麼樣的交換條件呢 俄羅斯是這樣子 要童趣就要跟我精品 蛤 這麼好 擺得這麼明 哇 你看 你就是這樣才會被噴的 為什麼我 動輒都說 我說句話都不行 應該很多人知道俄羅斯男生 那些政治人物每天亂講話 你為什麼不噴啊 很多人知道俄羅斯男生很 憂鬱很強 憂鬱很強 不好意思 憂鬱很強 不是不是 詹憂鬱很強 憂鬱很強 他們是這樣子 跟他們交往後 他們都希望女生要 幫他們嫁住 但而且 如果跟他在一起 跟俄羅斯男生在一起 他們有要求 不要有異性朋友 但是 異性朋友 不要有異性的朋友 異性的朋友 但是俄羅斯女生也很聰明 他們是這樣子說 OK 我幫助你的 我幫進去你的家住 但是 你要給我 給我錢 你要去賺錢養我 我做假物也會很累 也會很怎麼樣 沒有時間 對自己好 所以呢 你還要給我買競品 你要對我好 就是比如說我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一個就是女同學 我們有一個標準看出 她現在有沒有交男朋友 如果她為此一陣子 穿同樣的衣服來上課 就代表說她現在是單身 對 但是呢 如果她開始有新的衣服 而且比較貴的 就代表說她有男朋友 有人養她了 有人養她 她自己是這樣子說 我做假事會很累 我還要上課 我還要怎麼樣 所以為什麼 就是她不要給我買衣服 不要給我買東西 所以會不會有可能說 比如我可能本身就有工作 可是這個男生要求我跟他同居之後 我同居 我跟他住在一起 我就把工作辭掉 對啊 就不要去上班喔 就是這是你的交換條件 可是這個是應該是說 如果男生有錢 可以這樣子做嗎 也不一定 俄羅斯很有趣 這個地方很有趣 很多女生是這樣子看 比如說我男朋友賺的兩萬塊 一個女生覺得這個並不夠 但是我覺得是OK 我不要買太貴了 我不要吃太貴了 我這個兩萬塊 我們兩個人夠用的就好 他不是說要求要加財萬塊 他不一定是一樣 他不一定是一樣 但是就是說你兩個貨物我就好了 對 每個人標準不一樣 每個人開的價錢不一樣 對 為什麼剛剛這麼美好的事情 被你講得好像一個老保的故事 怎麼那麼下流 他說兩萬塊就OK啊 有的人可能二十萬 有的人要兩百萬 這不一定 他對自己就是覺得夠了就好 因為可能他小時候就是習慣不要太貴了 他的父母可能也沒有太多錢 對啊 所以他就是沒有這個想法 他就是要被別人養就好了 OK 這種就是活到頂 因為他要求不多對不對 對 我覺得俄羅斯跟韓國差不多的感覺 因為韓國 犯錯了就是要幫他買東西 很好啊 沒有 哪裡 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國家都一樣 就是如果情侶吵架 如果要交換條件的話 男生永遠都是吃虧的 是 對吧小良哥 真的 因為韓國也是一模一樣 就要不停地付出 怎麼了 用什麼心事嗎就這樣 沒關係 先聽美動講 因為韓國人 大家都知道韓國男生比較喜歡喝酒 喝酒的話 就會常常犯錯 每次都會犯錯嘛 比如說不接他女朋友的電話 一整天消失了 這種時候就需要交換條件 其實這個時候韓國女生最喜歡的時候 因為韓國女生通常都已經想好了 她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她常常喝酒犯錯 但是她隔天 就是她很聰明 她隔天 她先提出交換條件 因為我昨天做錯事情 所以我 就是我願意把你的一個 想要的東西我幫你買 她直接開口說 而不是女朋友先開口跟她說 這樣的話女朋友就很開心 然後直接開口說 就是女朋友直接回她說 我最近喜歡 我最近需要一個東西 你知道了吧 然後女朋友就帶她一起過去買 那禮物的大小 會跟著犯錯的大小事 對 影響有沒有 會影響 因為如果是一種小錯誤的話 就是衣服而已 但是如果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的話 你會 新的鼻子 對 新的鼻子 新的鼻子 這個大理 應該算OK 什麼大理喔 新的鼻子 新的鼻子 那她做的 犯的錯蠻大的喔 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好不好是什麼脂肪之類的 大腿瘦之類的 對 每個都不一樣 我曾經有個夫妻朋友他們也是 因為老公很愛買那種 什麼重機啊那種 有的沒的那種 對 她都說沒關係 你如果要買重機 麻煩你把重機 比如說我亂講 重機一台一百萬好了 對 你就要先把一百萬匯到我戶頭 你再花一百萬去買 等於你這台重機買兩百萬 但是老婆也不是說 你匯這個錢我就亂花錢 他還是會幫他存起來 存起來 最近我跟我朋友聊天 南非在交換的條件 我覺得蠻不錯的 我覺得很健康 就是這個 隔天宿醉就要當庸人 隔天宿醉就要當庸人 這個我覺得 對感情可能還蠻好的 像之前 我還蠻愛喝酒的時候 之前 那我就跟我的 那個時候的女朋友 設一個條件 就是 如果我們出去喝酒 那太陽出來之前 就要回到家 然後 如果我們一起出去喝酒 只能有一個人喝醉 輪流 一個人喝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要負責照顧跟送這個人回家 對啊 可是 因為他那天晚上在忙著照顧你 所以隔天 不管就是你 宿醉就要當他的庸人 哇 隨便他使喚你 所以有一次就是 夏天很熱 然後我宿醉很嚴重 我那時候女朋友就說 你去幫我們買麥當勞早餐 然後外面超熱 我就又宿醉又去 我麥當勞買完直接去醫院 我中暑了 我直接中暑在公園就躺著不能動 哇賽 這個條件還不錯 這個會學到教訓 之後我差不多兩個月不敢喝了 我來講一下 我有一個朋友 台灣人女生 她是交了一個義大利的男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呢 就是前一陣子先 我朋友懷孕了 然後以台灣人的觀念 女生懷孕了嘛 就會問男生說要怎麼辦 現在要怎麼解決 那是要結婚還是生下來還是什麼的 然後她的那個義大利的男朋友就是跟她講說 我可以結婚 我可以娶妳 然後妳也可以過來義大利 我們就結婚 那我的要求就是 妳現在把妳的工作辭掉 然後我至少要求妳孩子生下來之後 妳要當全職的媽媽至少三年 她其實是說最好是三到五年 對 她就說妳就是在家 就跟Tasha那個有點像 就是妳要來做家務 我才願意結婚 就是才願意妳生這個小孩 然後我朋友想了一想 她後來很掙扎 因為她覺得她的事業很OK 然後覺得她現在活得很開心 她就跟她男朋友講說 我不願意放棄我現在的生活 我還是想工作 然後她男朋友說 那我們這個 那我們這個交易就沒有辦法成立 所以他們兩個最後就決定 然後兩個人還是不結婚 然後小孩子拿掉 還在一起 現在還在一起 而且他們兩個還是很開心 可是那是因為她朋友喜歡工作啊 那有些女生不喜歡工作 所以聽到說 哇好耶 這個男的養我一輩子 對啊 或者就是接受條件 就是開心啊 妳為什麼要講出自己的心理話 她現在真的很太遠 拋心拋背不行嗎 我聽到的這些 的條件 我會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 因為美國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想結婚你要問我爸 對啊 妳幹嘛笑 這個是美國人 沒有沒有 其實在美國還是有很多很傳統的人嘛 真的假的 美國國家都是這樣子啊 對 你不然要問誰啊 台灣應該也是吧 如果父母不同意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怎麼辦 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 但是在美國如果你要求婚 你一定要很善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像在美國 到底妳是不是想不到什麼可以講 對啊 為什麼也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啊 不是 她的意思是說 美國像我們看電影 她都說要求婚之前 她一定要先去問過父母說 我可以結婚你的女兒嗎 對 可是台灣人不是啊 台灣人就是她想求婚就求婚 然後回家才說 爸爸跟我求婚的 對啦 這個在美國就是不行 這個在美國就是不行 特別是如果你家庭就是很傳統 那萬一爸爸不喜歡那個女生 你們就要分了嗎 有可能 因為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種準重你知道嗎 就是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跟他的女朋友結婚 那他就說 先跟女朋友求婚吧 你會結婚嗎 那女朋友就是答應 她說可以可以 但是 你一定要先經過我爸爸的同意 然後她就說 好啊 那當然那個男生會很緊張 所以要見女朋友的爸爸 不會緊張 緊張死了 然後就去橋門 結果 門一打開 爸爸好高 跟小亮哥一樣胖 然後那個 那一個 講爸爸好高 後面那一句 跟前面有什麼關聯性 沒有 跟我一樣高 跟你一樣胖 就是這個意思就對了 OK 那就是哪一個幫手棍 然後就開始 他說 爸爸好 我想跟你女兒結婚 然後他說 就養啊照顧啊 對啊 你現在有什麼工作 然後就是用那一種很兇很兇的 馬上就很威嚴的感覺 對啊很兇很兇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那個男生就真的拋掉 然後真的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因為他會怕就是 就是之後 他爸爸這樣子對他之後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過去 我會賺錢啊 我會努力工作啊 沒有 可是你們美國人 明明成家立業之後 跟爸媽就分很開啊 也不會有什麼接觸跟訓練啊 這個是不一定的 這是不一定 對啊 真的是不一定啊 對啊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美國的家人 爸爸以前的 他們很 比較保守的 他們很會在意你是要跟誰 跟誰結婚嘛 所以這個一定要問 不過我覺得美國還好 因為巴西喔 巴西你不只要問爸爸 你要問一大... 要結婚要經過家屬同意 隔壁的鄰居嘛 大家要問 大樓管理人要問 對... 所有的人要問 真的 真的是真的 而且是重點來了 重點是 你問 他們說OK可以結婚 但是你結婚的時候 你就是你們要住在一起 所以就是我以前的表哥 他就是結婚一個巴西的女生 後來他們就是分開... 分開住嘛 結果我的表哥就是 搬到這個女生的家 可是女生的家的樓上 就是... 就是那個女生的媽媽就住那邊 然後女...這個 因為是一棟大樓 然後樓下就是阿公阿嬤 蛤... 對 所以真的... 三代同堂這樣子 對... 你這個家人都會住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講到結婚 其實談戀愛的時候 也是會有好多好多 這種交換條件的狀況出現 像我有個朋友 大學的同學 他就有機會去英國念書 然後念完書之後呢 他也是因緣際會 就去了土耳其工作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 哇去了土耳其 他就認識了很多土耳其的男生 他就發現說 英國男生很紳士啊 然後台灣男生又很害羞 可是土耳其的男生 就非常的熱情奔放 所以他一下子就墜入了愛河 哇 然後但是他... 中間好像有一些很好聽的橋段被跳過 沒有... 但是因為他回來跟我們講 我就想說好像很開心 可是之後他就說跟他分手 大概交往一兩年他就分手 我就問說為什麼 你好...那時候不是很開心嗎 他說其實他有點被那個熱情嚇到 因為他們每一次吵架 那男的都會有一些交換條件 然後那種條件就是 要兩人一起探索身體的新世界 什麼... 就是... 可雷... 可雷... 想聊什麼 就是... 男生...男生會想... 內容夠嗎 夠的話我們後面就不再Cue了 懂了 就這一題聊到底 我自己...我自己很害羞講的嗎 Regal的時候我都講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我當下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以一個我們亞洲女孩子 我說就很傳統 你就一五一十地把它說出來 對啊 啊你雷稿子講給一個人聽 有意義嗎 對啊 就是會用各式 不管是... 位子啊 體型啊 或者是... 什麼位子 什麼體型 感官的刺激 對 感官的刺激 就是真的像電影一樣 後面那個什麼浩蘭姐講說 跟老公去賣場買東西 對啊 這很無聊 這沒有意義 不要聊 我可以不要聊 再繼續講 還有呢 看那個就是格雷 就是有點像是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他會想要跟他玩玩具 然後想要跟他... 今天有帶影片來嗎 有帶照片 有的時候他們出去哪裡玩都會帶... 這影片就算有拍能播嗎 他想看 先到現場看看 我們看就好了 資訊小良 你在私底下傳給我們就好了 沒有啦 但是重點我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會很不舒服 因為都是... 好像是女孩子是服務的角色比較多 所以土耳其人玩那麼兇喔 對 他們說幾個朋友出去玩啊 然後那種土耳其男生跟他出去喝酒 然後比如說在喝酒的當下 他們就會開始摸 還沒有很熟摸 然後填耳朵什麼 就很熱情 但是如果你不給他 你拒絕他 他們可能就走了 連那個酒錢都不付 對 就是可能... 就是有聽過很多這樣類 就是他們還滿... 還滿肉欲的 不要看我老公忠厚老師 他也是喜歡他 就是因為我們上個月 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要去那個大賣場去買東西 買一些洗碗精什麼 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你可不可以載我去 因為男生載東西搬得重腳 他就說你要我載嗎 我說對... 他說好啊... 他說那我載你去 我可以順便也買我要的東西嗎 我說你要買什麼 他說沒有 就是大概買一些小東西 我想說喔小東西嘛 好那就去 去到那邊呢 我就推著推車去 開始買我的東西 我就看到 他就緩緩地走到了角落 那一區園藝那邊 我想說了不起 就買一些噴蟲的啊 什麼辣椒水啊 然後我推完之後呢 我就看到我老公 也推了一台推車過來了 然後上面放了三包 這麼大的土 我原本只是要截我的洗碗精 洗衣精 所以我說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請你載我來 然後你就要買這些 我還要幫你截掉這些 他說夫妻不要這樣計較嘛 本來就是夫妻各取所需啊 對不對 你們家財務是分開了是不是 我們家財務沒有分開 就他大部分的錢會給我啊 可是為了大部分給我的錢 我是拿來家裡用的 家用嗎 沒有包含土啊 喔 那平常他買這些土 怎麼知道他自己另付 他自己還是有一些錢啊 所以就變成說我當下我才想到說 我上了賊車了 真的耶 就是你完全沒有想到說 你請他載你來 結果你花的更多 然後最後下車的時候 他搬他的三包圖 我搬所有的洗碗精 剛來台灣就是到現在為止 我常常會我聽到我的台灣的女生的朋友 會跟我這樣說 我們今天出去玩 你要把所有的費用都要你負責 你都要幫我出錢 他男朋友問他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就是負責所有的開銷 他說因為我賣化妝品是為了你 是為了出去 你看我賣得比較好的這樣子 不會就是妥妆啊 我要買洋裝或者買什麼衣服 才不讓你丟臉呢 我還有包包陪我的衣服 我還要買鞋子陪我的這個衣服包包 所以你看我花了那麼的多 都是為了你 但是有一次 你聽完是不是想給他兩包的 但是有一次我聽到有一個男生 他的反應真的很好笑 他說好你花了那麼多錢 但是我今天開車載你 那你要不要幫我付那個優費 這個女朋友她是非常的生氣 因為她她不知道就是還要就是跟她說什麼 但是我覺得在俄羅斯可能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女生俄羅斯女生出去根本不帶錢 這麼開心 一定會有人媽付 好的男朋友都要幫她付啊 在俄羅斯不會有那種什麼女生出去吃飯啊 然後請客這樣 不可能 比較不可能 但是俄羅斯男生是自己非常的歡迎這樣子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我很悶 我很嗆 你看我都幫你付錢 你要聽我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俄羅斯的男生 他們會不會很 就一直在控制他們女朋友 對啊 一定會啊 俄羅斯男生蠻大男人的 對啊 一定會 就是他不會看你的手機 不會偷偷看 他是這樣子 OK 他聽到了你用聲音 有人來找你 他說 你現在在我 誰 什麼男生 然後就會吵架 會非常的嚴重 他說俄羅斯男生雖然大男人控制狂 可是女生就愛這樣 對啊 他就是因為如果有感覺是 這個男生很在乎我 對 我 他現在控制我 但是如果我出問題 他也會當一個 否則人生而出 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他才會有安全感 他說如果男生不這樣做 女生反而還覺得你不夠man 如果你沒有交過台灣女生的話 剛開始你跟他交往的時候 可能他不會給你一些所謂的條件 還不會所謂的交換 因為剛開始的相處 真正在一起之後 開始吧 第一個 你要記得他的生日就是很正常的 理所當然 生日很正常啊 生日是OK的 第二個 你要記得他MC來的時間 蛤 蛤 為什麼要記這個 因為呢你玩的時候 MC完了他會要你煮事物給他喝 喔 對他要你煮東西給他喝 他是為了事物還是想避開 沒有沒有 不是 不是為了想要避開 跟那個不一樣 我們這邊跟那邊是有點差距的 好不好 等一下會留時間給你 所以說我們其實當初在交往 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當初看到條件很簡單 就是沒有說太多的問題 可是真正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要你記得每一件事情 尤其是他家裡人 爸爸媽媽的生日你要把它記起來 媽媽的MC也要記 媽媽不用了 但是你要記得媽媽的更年期 是什麼時候 好不好 要記得喔 要記得爸爸媽媽的生日喔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你會發現說 他好像要你記得每一個 你跟他相處過的節日跟地方 蛤 你沒有發現嗎 真的喔 我們什麼 你剛開始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沒有發現 對不對 而且你經過那邊 你問問記你會被罵 對就是這樣 你上次不是帶我來過 你忘記你上次帶誰來 對 馬上就會這樣 所以他會要你記得那個地方 然後你算了 情人節過了 什麼節 他只要是有關於的節日 都一定要記得跟他過 真的 記不得這些東西他會告訴你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因為你對我不用心 你們會這樣要求另外一個 會 不會耶 不會因為我記得 我們不會啊 以前都會 我們結婚也從來沒有要求 說實話 沒有 真的沒有 頂多就生日 結婚紀念日 了不起就是結婚紀念日啊 對啊 我碰到的女生就是 我覺得她們想要我一直報告給她們 就是譬如說如果我要我出國 她要我告訴她 我有沒有在飯店 然後我去哪裡 我要去哪一個地方 沒有 那個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為你私底下很亂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是跟她的關係很好 我是跟她的關係很好 但是我就覺得 也不用明明就是每一個 我每一個 每一個點都要講 要跟她說 你到飯店了沒 今天晚上有沒有吃飯 你今天我跟誰在一起 什麼 這問題太多了 而且這個是 如果是去國外 我還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我在台灣 我覺得明明這個沒有需要的 但是她們好像是有這個習慣 一直一直問 一直要控制 看自己在什麼地方 其實這種方法是可以解決的 像你交到這種 你只要植入晶片就沒有問題了 植入什麼晶片 只要植入晶片 你不會就不要怕找不到啊 這個真的很恐怖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像她說的 莫名其妙沒有安全感 然後就是說如果我跟兄弟出去 一定要隨時她打來 我都一定要接電話 然後我去哪裡都要報備 對 女生最會這樣 就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就是我不管去哪裡 一定要報備 一定要接她的電話 不然就是條件 就是我要開定位 讓她隨時知道我在哪裡 那時候我想說好 這跟她講電話太麻煩了 然後就開定位給她 結果我就有一次跟我的朋友健身 然後我們想說去那個洗萊登 吃生魚片吃到飽 結果她那個時候選擇看我的定位 她看到我在洗萊登站點 呆超久 她也沒有打給我 這重點她沒有打給我 她是直接開那個 就是把我的手機鎖起來 然後開那個緊急鈴聲 可以這樣子喔 超丟臉的 對啊 所以你的手機就 就這樣啊 然後我放口袋 誰的手機在叫啊 繼續吃 那請問提出交換條件後 有沒有另外一半打死 翻臉不認帳 因為我女朋友就是 我跟女朋友常常會交換條件 比如說 因為我之前 我跟女朋友都是比較晚睡晚起的那一種 所以通常都不會吃早餐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不太可以 所以我跟女朋友交換條件說 那如果你今天你一煮早餐 我就做當天的假午 就是這樣交換條件嘛 但是女朋友永遠都起不來 因為女朋友一直 交換條件可以 但是女朋友一直講很多那種 就是很傻眼的理由 比如說我去看醫生了 睡眠科醫生 他說一定要讓我睡九個小時以上 但是他每天明明就睡十個小時以上 他還起不來 那我就覺得算了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是起不來的人嘛 那算了 那我煮早餐 那你做家務吧 然後我就煮早餐了 然後當天要他做家務嘛 然後我就覺得明明就這個地方很髒 但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是瞎了嗎還是怎樣 他覺得很乾淨 他一直跟我說 那你明天你自己打掃啊 我覺得不乾 我覺得不髒耶 如果你覺得自己介意髒的話 你明天自己打掃啊 我覺得我今天的家務我結束囉 拜拜這樣 我老公剛結婚那幾年呢 他就會在家裡的各個地方藏私房錢 我以為這種事 那我每次打掃家裡 我就會收出錢來 我有一次收到十幾萬 哇 就藏在櫃子下面 我吸塵器吸出來的 哇 然後我還打給他說 老公我剛剛吸塵器吸到 我們家衣櫥下面有十幾萬耶 他就說 喔 是喔 然後他就這樣 絕望 對 我老公是 是喔 他就把電話掛掉 然後把信卡拔出來 丟到淡水河 對 沒有 然後隔了一年多 他有一天才在 那個睡覺的時候跟我說 你知道我那十幾萬 我藏了四年 那十幾萬就被你拿走了 我就拿走了 因為我就是只要我找到 就不可能還的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老公不要藏私房錢 我說夫妻兩個 大家要互相信任 他說不是啊 因為有時候你錢給我的 我可能沒安全感 我說那這樣我們講好 我們來交換條件嘛 就是以後你的錢 你交給我的我就拿 你如果不交給我 我也不過問 就是說你有需要我也不過問 我說但是 不要藏私房錢 他說好 他說只要你給我夠用 我當然不藏 我就覺得那就講好了 結果你知道去年 有一次他出國回來 我就幫他整理行李箱 我在心理箱裡面 就看到存折布 又是幾萬 存折布一打開 更多錢 老公我就吸成器 吸到你的存折布 他說裡面存很多 重點是他怕我找到 他還帶得出國 郵局的帶 我就 我老公一會兒就跟他說 我說我們不是已經 交換條件講好 不能藏私房錢 他說可是這不是私房錢啊 我說這就是私房錢 他說沒有啊 我是常在郵局啊 郵局 那不是私房 他說我是存在郵局 會他的存管 對 他說這不是私房 我說可是我們就講好 你這就是私房錢 上面是韓志偉 他說不是 這不一樣 還要變對不對 所以 你絕對不要相信男人 他說沒有私房錢 不藏私房錢 他就一定會藏 沒有藏私房錢嗎 我幹嘛藏私房錢 你鍾萍哥他的主業是大老二 演藝工作是他的副業 你不知道 那你呢 小亮 我沒有這何事 小亮你上禮拜拿給我這二十萬 什麼車長的一些 二十五萬 對啊 你再加上次來說 借我那邊放了三十萬耶 三十萬 對啊 我這邊還有三十五萬耶 蛤 你新一區呢 新一區呢 所以 今天下班前 你們把三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全部拿來給我 我有錄影為證 因為我們拿了私房錢 我們就不會還你啦 不可能 全部拿來給我 下班前 你先跟Sacy 承認你有藏私房錢 對 我幹嘛藏私房錢啊 會這樣講就一定有 不需要藏私房錢 為什麼要藏私房錢 而且他的瞳孔放大 手一直摸頭 呼吸急觸 呼吸急觸 我每天被判 所以你有藏私房錢 腳微開那是何不容 老公啊 我們去法國玩的時候 我只是叫他陪我逛個街 一大堆 交換條件一大堆 你去法國 你去砍城 你不逛街你要幹嘛 他就去砍城營展就好啦 他為什麼逛街 砍城營展就沒有東西 他就是封起來的一個圍牆而已 那你要幹嘛 他就 因為沒有帶小孩 所以他就整個很放鬆 哪裡都不想動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到砍城這邊 我們還是要出去逛逛 因為砍城那邊你知道是 很虛滑 然後外面是俊男美女很多 然後名牌店就是要去逛一逛 爐了半天他就說 好啊沒關係啊 你要我出門的話 我這一趟出去 我總是要有意義 我不要只在那邊陪你逛街 你讓我來試用看看 Uber在法國要怎麼叫 他說他覺得他出門 他總是要學一個新東西 然後他說那我來用用看 你台灣下載這個Uber 我法國要怎麼叫 然後他叫完以後 我說你叫了嗎 他說叫了 大概等兩分鐘 我說欸好不錯 因為我們等了半個小時 蛤 車子才來 然後一來的時候呢 是一台Jaga Jaga的Uber 然後下來是一個穿西裝 戴白手套的人 還幫我們這樣子開門 是 然後我老公就說 啊 原來我叫到的是豪華車子 他要調那個車子來 所以那個車子 所以半個小時 對 所以要等半個小時 然後呢 我們明明從我們的旅館 總去砍城的市中心 就是什麼大名牌店 只要兩公里 就是半個小時以內 徒步就可以到了 我們光叫那個Jaga的Uber 就花了15歐 就台幣就花了550塊 哇 就只要坐兩公里 就花了15歐 然後他還幫我們開車門 還下來這樣 好 然後到了當地 我準備開始逛了嘛 我老公就說欸等一下 你等一下一逛 又不知道逛多久 我現在肚子餓 你先陪我去吃頓飯 然後吃頓飯 我就說想說好也好 那你知道法國人吃飯很慢 然後吃頓飯坐下來之後呢 我老公就說 因為你等一下要花錢 那你要花錢我也要花錢 所以我的條件是 我想點 紅白酒各一瓶 哇 他說那你等一下要花得一瓶 他就說那我也就只能吃吃喝喝開心啊 所以他就點了一瓶紅酒 一瓶白酒 然後那一頓吃下來 他還給了小費20歐 我們那一頓吃了180歐 你知道我們13個 13個出 13個朋友出去的一頓飯才170歐 我跟他兩個人吃飯 他可以吃到180歐 好 然後最後呢 慢慢吃吃了兩個多小時 坎城的所有名牌店 7點就關門 你真的會心急如粉啊 心急 我就一直在那邊看著那個手錶 然後他還要喝酒喔 喝酒完了以後他還加點甜點喔 然後整個呢 那我真正到坎城可以開始逛第一家店的時候 已經是6點10分了 那更來不及啊 來不及就算了 那至少我可以進去趕快看一下 有一些朋友要託買的東西啊什麼 至少人家的東西先買到 進去看一看以後 他就在看說 他就說 欸 你真的要買這個嗎 我來搜一下 他說欸 他說你看 一模一樣的喔 才15塊人民幣喔 他說你現在這個要150歐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 蛤 然後他就說不用啦 你就淘寶隨便買一下 然後我就隨便看了什麼東西 他就說我來查 他就說欸 我覺得你不要亂花錢了 這些淘寶都可以買 然後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閉嘴啊 對啊 他就說你真的 你現在花得下去嗎 如果你知道有別的地方 賣的東西很像 因為有一些很可愛的小家具 法國設計的那些 就是淘寶你一搜 還真的有 淘寶 就真的一模一樣的 那淘寶可以買喔 幹嘛要去那邊花車 然後到最後呢 到最後這一整天下來 到7點 看成所有的店關門喔 我一毛錢都沒有花 我老公那一天 他花了兩百多歐 好氣喔 就為了 他說他陪我逛街 然後他要做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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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他做以後 我什麼都沒有 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他要跟我一起住 在我家 然後他說有時候我 晚上不在家 他會空虛寂寞 他會害怕 然後他就說 他想要養貓 我說好那你可以養貓 可是條件呢就是 貓的大便跟貓的毛 你要自己親 然後貓 絕對不可以跟我們睡在床上 喔 對然後 他就說好嘛 他就說好 我就答應這個條件 最後貓來了 他開始要親大便 我就說你要去親大便 你兩天沒有親 他就去親 然後 開始發出那種嘔吐的聲音 然後跟我 跟我抱怨說貓的大便太臭了 我就無法 好啊那就是我親嘛 因為他不親 就是坐在那裡 我就親 這個勉強可以接受 跟當初條件不一樣 可是最誇張的是 晚上要睡覺了 他跟貓在那裡抱著很開心 可是我要來睡 我就把貓趕走 然後他 既然罵我說我在虐貓 然後為什麼我可以把貓趕走 我就說沒有 這不是當初的條件 當初的條件就是貓睡地板 我們睡床 那你不讓貓上來睡 是你會過敏嗎還是 就因為到處都是貓啊 那你睡醒就全身都是貓 對啊 起來 然後嘴巴裡面都是貓 鼻子 都是貓 哪那麼嚴重啊 嘴巴裡面一拖都是貓毛 扁的臉那個貓啊 Persion Cats 就那種貓 波斯貓 對啊 反正後來我就說 這不是條件 條件是貓不能跟我們睡 然後他既然跟我生氣說 你們男生就是這樣 怎麼這麼固執 不懂得改變 然後最後呢 首先貓 我睡第二天 你也帶一個人回來 沒有 我跟貓被交換條件 你睡地上 我睡地上 貓睡床上 有道語 隔月小鐘打電話給我說 欸 該出來騎機車了吧 我就說好 那不然就是約禮拜天 早上 因為我說我下午可以陪小孩子 然後我老婆說 我就跟我說 欸 那個我跟小鐘跟月的時候 禮拜天騎個車 好 可以啊 四 五 六 你帶 四 五 六 小孩子要我帶 我禮拜天早上才可以出去 蛤 你老婆蠻狠欸 對啊 我跟你講 我女兒這樣 如果你跟著我老婆三天 你小朋友跟她第四天 我老婆活不過第四天 蛤 因為我女兒才太 體力太好了你知道 但她就沒有辦法 一直每天跟在旁邊那種 就是你一定要 隨時都要注意她 那你出去講好 大家家庭出去一起玩 像我們有時候帶她去什麼 六福村啊 看狗 看貓的 背的什麼抬的都是我 變得都是我要去看 她可能在外面點了一個冰淇淋 就坐在那邊 一次冰淇淋吃四十分鐘不起來 你知道嗎 是 真的啦 因為冰淇淋吃有時候牙會痠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要慢慢的吃 跟腳有什麼關係 去坐的是啊 慢慢吃 就變成我已經是去 譬如說去動物園啊 動物園不是要走嗎 對 對不對 她說 有得走了 對 沒有 她說你先往上走 我們在門口那邊 不是有麥當勞嗎 她就會先在那邊 我去買一杯東西給你們帶去 好 我已經走下來 她東西還沒買上來 對 她是在簽約加盟是不是 我不知道 也簽太久 所以我說這太誇張了吧 對不對 至少還有另外一半 可以陪你去那邊 那邊滑手機啊 對不對 什麼意思 我們出門都是我自己 一個人戴耶 對啊 你是比較先從中 你們有個換手啊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戴耶 知道嗎 什麼 都是我一個人在戴 潘老師大家一開始來說 我可以敢同身手 我們只有時間 就現在吃冰淇淋是不是 好啦 一女兒很懂 冰淇淋來就這樣 就這樣吃掉啦 好不好 因為要趕嫁一個形成 然後頭又痛 那你老婆會戴嗎 會啊 你們就是平衡 你幹嘛好像一副很害怕 你回家就會 我沒有害怕 你 我老婆會戴啊 你也感覺是好像每個禮拜四 就是被放風出來一天 然後什麼話都不能講 對啊 你在防備什麼 你的頭胃心很重 她臉書都是她在抱孩子耶 對 我跟你講 有我們像這種年紀的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 像我們這種工作星期 我們來錄影是最開心的 最放鬆 這個時候都不會有人打擾你 之前我跟我女朋友說 我們這個週末要不要去哪裡玩啊 比如說我們一起去那個 伊朗玩好了 她說好啊 但是你要先帶我去那個 一個好的餐廳吃好飯啊 那我們要吃一個好一點的料理 吃到飽 那因為我也蠻喜歡吃東西 所以我當然說好啊 那我們一起去吃吧 那我們就去吃 吃到一半 吃完了之後我就說 那我們差不多就可以走啊 因為等太久 那個等一下去伊朗會賽車嘛 她說 你們要看我現在好飽啊 剛才吃那麼多耶 我們去伊朗我們會玩得開心嗎 我們應該要先回家休息 我說 你不是教我帶你去吃飯 我現在帶你去吃飯 你說你要吃吃到飽 我帶你去吃到飽 我們現在就可以走吧 而且是我要開車 你可以在車上睡覺 沒有 你不知道啊 這樣子我肚子髒髒的 走路會不舒服啊 那如果我突然想要上廁所怎麼辦啊 然後就開始講一些有的沒有 我想說 你自己改的條件應該是 可以做吧 對啊 你講的應該要做 對啊 我已經做好 我改做的啊 你應該直接在宜蘭找個好吃的餐廳 就說我們 出發去宜蘭吃午飯 但是問題是她說 我們先吃飯再去啊 那她就是不想去啦 對啊 她就是不想去啊 才會找藉口啊 對 男生就是很愛找藉口 就是像阿諾講的 做家事也是啊 因為我老公呢之前就是 她腳很會流汗 然後很會流汗的男生呢 只要穿襪子 穿皮鞋 悶一整天 然後她的腳的味道就會很重 因為你汗味會激著 然後激著以後裡面就會有細菌 然後細菌 黴菌再黏在你腳上以後 那個細菌死掉的味道 讓你腳臭味會更臭 所以是加在一起的 然後我老公每次一回家 她就把她那雙襪子脫下來 然後就丟在我們全家人的洗衣欄裡面 然後她的那個臭味 就散染到我們全家的衣服 然後你知道腳臭的那個襪子啊 她洗完之後 她是永遠那個味道是洗不掉的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拜託你以後 你的襪子穿一整天 你不要跟我們全家人的衣服放在一起 你麻煩你自己洗 隨便你要手洗 還是跟我們分開洗 但不要放在一起 然後我老公就不高興 我老公就說 好啊 那沒關係啊 你要這樣子來分的話 那可以啊 那你MC來的那時候的那些衛生棉 你自己買另外一個垃圾桶 另外一個垃圾桶 另外裝啊 你倒垃圾自己倒啊 然後後來呢我就想說 好 那既然你叫她男生 她真的每天去手洗襪子 也不可能啊 你再怎麼講 她不丟在籃子裡 她也丟在旁邊地上啊 就是要你洗 後來我想說這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去網路上找 好 至少她先天不良 後天我們不能讓她失調 她先天就是會流汗 對 流腳汗比較多的 那沒有辦法改善了嘛 那後天我至少讓她 鞋子穿得舒服一點 透氣一點的 襪子選一個比較好的 所以呢我在網路上呢 就找到了一雙那個 除臭襪 所以我買來之後 這是我精挑細選的 因為我們很多襪子 都是化玄纖維 然後她這個全部都是 液聚棉的天然纖維 它裡面有那個除臭因子 它的除臭因子是 支在它的每一根的纖維裡面 所以不管你是腳的 哪一個部分容易流腳汗 有些人是腳趾頭後面 有些人是腳板 你哪一個部位呢 它都可以讓你就是 不會味道這麼重 然後穿起來很舒服 因為它是天然纖維 所以其實呢你穿久了 它輕膚性很高 長時間穿都不會不透氣 就是很舒服 不像化學纖維 有時候很硬啊 你會刮腳 主要就是它吸濕 讓你的腳流汗 它會吸你的腳汗 排 對 吸濕排汗 然後很透氣 你就不會悶在裡面 然後因為不會悶在裡面 你其實就不會容易 有細菌那些 對自己的身體 也是比較好的 對 所以呢 我那時候發現了 這個襪子 現在是我們全家都在穿 大家可以看我今天 我也在穿 穿好可愛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很 這個很需要 因為這個運動完 那個腳真的都會很臭 對 很舒服 然後像我們以前 去出外景的時候啊 真的那個 你進去人家家裡 也不可能不穿襪子 對 可是他一進去那種腳 是有一些 有一些攝影大哥 他可能一整天悶著 很累很累 他一踩進去人家家 那都是腳氣 你知道嗎 就會看得到有汗 就是汗流 然後那個味道就會 從那邊這樣蒸發起來 然後你就會 整個室內都是 我老公以前 進門都不用叫我 我就知道他回來了 因為他的味道 就 就先洗來 就知道他進門了 而且我選的這個襪子 我是有用心挑選的 你知道他的功能性呢 你看他這個襪子 我穿的也有 他就是有兩個小耳朵 在腕圓的部分 所以你穿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很好這樣套進去 然後他也不容易 襪子讓你這樣子 歪來歪去 然後還有重點 他的織法是很特別 除了我剛剛說除臭因子 他織在他的每一個纖維裡面 你們看喔 他的織法是X型 他有好幾個X在他襪子上面 對耶 一個X是這個紅色 就從這邊一直到後面 腳後跟的上下 就是一條X 包住 對 包住 然後另外一條在腳背上 就是這一條X 那他這個X這個織法 是有什麼作用呢 他其實就像我們 颱風天固定玻璃 是不是要貼一個X 他就是固定我們的腳 保護腳踝跟 保...他就支撐我們的足弓 因為我們人的足弓 其實走路姿勢不良啊 或是走太久 其實足弓是很容易疲累的 所以他就是支撐我們的足弓 讓我們走起來更舒服 然後還有呢 保護我們的腳跟 你看他這邊 因為有X啊 他腳跟這邊啊 你一穿下去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 你知道凹槽 你的那個腳後跟直接 直接合在那個凹槽裡面 前後上下都被固定 然後因為這邊也被固定 這邊就是男生打籃球 最容易受傷的那個 阿基里事件 然後你這邊固定之後呢 你常常運動啦 久站啊 跑步啊 都不用害怕會受傷 而且有時候穿襪子 不是有時候那襪子都會穿一穿 就跑掉了 對啊 他這個不會滑落 然後你就不用一直拉 一直拉 一直拉他的那個襪子 然後另外呢 他還有一個功能呢 我覺得也很貼心 就是局部的氣墊加壓 他局部的氣墊在這個 在前端的這個位置 他就會讓你走路走很久的話呢 你還是有那種 你就會減低你的這個腳板的壓力 有耶 因為像運動鞋不是也都 大家很喜歡蠻有氣墊的 他直接在襪子的前端 就增了一個局部氣墊 所以其實你從腳後跟對不對 往前這樣走的時候 你前面這樣子是 彈起來 你是會有一點 對 你是他會減輕你整個腳板在地上 承受的那種反作用力 你是會整個這樣子 那種超適合我的耶 你也要跳舞啊 因為跳舞啊 跳舞的人真的超適合的 我們每天看一天 每天要換兩三雙襪子 一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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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很容易腳扭傷 沒錯 腳臭不只大 小孩有些 也會 小孩好厲害喔 對啊 小孩又愛動 然後小孩 小孩媽媽很喜歡 給他們穿那種橡膠鞋 有沒有 因為輕啦 臭了 女生容易腳臭 不一定喔 我女兒 我女兒腳也很臭 女生腳臭起來也是 你知道我女兒這次去 我們去美國 她坐飛機啊 她拖鞋子在飛機上 她前面那個老外 叫空姐來要求換位子 因為我女兒那個鞋子一脫下來 其實就有味道 因為小孩子 動來動去流汗很大 妳有看那邊有小孩子穿的嗎 然後這邊 她也有出男生女生 長筒的啦 低筒的啦 像我穿的就是 可以藏在鞋子裡面的 OK 然後還有小孩子的 然後小孩子下面還有指滑 非常貼心 所以像男款我老公就會穿 然後像我的話 我就是運動我覺得非常適合 尤其大家現在有很多鞋子 是很薄的底 那你就更需要一雙 就是會保護 包覆你的這種除臭襪 很好的機能襪 然後他們家其實還有這個义俊綿 也是吸濕排行會透氣的 男女生的內褲可以選擇 對 因為這些地方其實悶住 對自己的健康也不好 對啊 妳看今天聽那麼多 既然要交換條件 妳就要願賭服輸嘛 對啦 要遵守啦 交換條件以後 不甘不願 妳看大家都不會開心的啦 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跟志祺強 下次見 拜拜 不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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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 Syncj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谢谢观看